小綠有沒有好下場 小藍也是很辛苦 啊把時代力量搞垮的人 就是王浩宇 我看了拳頭都硬啦 基金黨我看基本上就是 哪一個男的不是陳柏惟 哪一個女的不是民進黨 民進黨留一手 民進黨已經GG了啊 民進黨什麼最厲害 選舉最厲害的 民進黨是一個不會執政的黨 但很會選舉啦 啊國民黨是不會選舉也不會執政 我不知道這怎麼講 會有那個啦 會有共犯消贏 雙贏或雙出喔 我就推一個林靜宜出來 順明星隊 那個黃國書啊 之前他三退 其實黃國書他是要把這個任期做完 他才退出政壇 當黃國書說三退的時候 就已經藍綠就開始點將了 這一區有誰 這一區有誰 林佳龍會回來選啊 然後大家就很多這個猜測 那佑正因為這個罷免3Q的投票 主要是10月23 你覺得是10月23 罷免3Q成功之後 然後藍綠再開始說 你誰要選誰要選啊 你早就算好誰啦 早就那個了啦 所以你看這個是林靜宜啊 之前去幫3Q 但是他當然是全力力挺啦 就是3Q的這個各種的聲援啊 都幫3Q講話這樣子 那林靜宜那時候包括民進黨 有沒有想過可能陳柏惟會被罷免成功 那陳柏惟罷免之後是誰要去 這個補這個位置 要想好了喔 這也不是說這兩天才那個啦 那昨天這個林昌佐跟黃傑在 因為黃傑等於是可以說是他的徒弟啊 所以黃傑他被罷免說 林昌佐幫他很多 所以他們就也是時代力量一起退出來退黨 昨天林昌佐就在這個哀怨 他說陳柏惟被罷免之後就剩他了 因為戲子那個黃國昌沒在選了 是賴平瑜 賴平瑜是掛民進黨的招牌去選 賴平瑜其實以前是時代力量的 那之前是洪慈雍在台中 民進黨禮優就洪慈雍輸了 那陳柏惟莫名其妙贏了 但陳柏惟現在這一席 這個要補選之後就剩林昌佐這一席 是當初林毅雄去罵蔡英文 蔡英文讓給時代力量 就剩中正萬華這一局 對 沒錯 他稍微冬啦 林昌佐稍微冬 但是又這種我認為陳柏惟是 包括激進黨的朋友 我絕對沒給你考試 我相信他們心裡也很清楚 太傷了 因為剛剛邀生跟亮哥你們講的 都是民進黨的人 怎麼都沒有討論一下激進黨 這副是激進黨 蔡總統說我 林宇貞太弱了 蔡總統說我們會跟激進黨 一起討論 推出最強的人選 而且朱惟莫的目擊不在台中 所以他就是有實際上的困難 他沒有準備 激進黨沒有先把人放進來 對 他沒有準備 就是說這一區是先 這個陳柏惟是 激進黨唯一的立委 你知道我們全國只有73席 區域的立委 這席有多重要 激進黨人就扣這個 所以你看陳柏惟直播 都拜託大家要捐款了 對 他就沒扭操了嘛 也沒有影響力的 甚至激進黨可能是亡黨 你選那些議員沒有用 你主要是立委 那他有得到政黨的補助款 他有3%的部分區的選票 但是你現在這個 陳柏惟這一區沒了 因為你現在是林靜寅嘛 激進黨這些都GG了啊 即便你明年的九合一 選再多的議員 也沒辦法 說真的也沒辦法 沒錯 而且你立委都霸掉 你怎麼可能選到幾席議員啊 對 因為明天 因為政黨票只有中央選舉才有 對 中央選舉才有 陳柏惟今天是質詢的最後一天嘛 明天他立法院拜拜之後 他還要騎腳踏車 回到台中 那我很想問陳柏惟 那你還要騎嗎 因為你現在騎回去 是林靜寅 是民進黨 算民進黨這區收回來啊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你要去看小綠有沒有好下場 不是說我要唱衰小綠啊 小藍火蝶很辛苦 漢廷兄小藍也是很辛苦 小綠沒有好像你看以前的台聯 台聯那時候當地選的時候 也不得了 現在台聯有立委嘛 對不對 這就沒有就是沒有的 一邊一國 這陳水扁的一邊一國 喜樂島聯盟 喜樂島聯盟是 綠黨 綠黨也還好 綠黨也比較民進黨也沒辦法 喜樂島聯盟是民視的董事長 當然民視整個像彭P已經滾網都跑去了 郭貝鴻他們 郭董整個都被趕走了 所以小綠實在是 像時代力量也是小綠 是啊 把時代力量搞垮的人就是王浩宇 剛剛又在你講那個 我們待會談林昌佐 林昌佐跟黃傑在直播的時候 就一直講陳柏惟 都沒有提到王浩宇 我看了拳頭都硬啦 真的啊 你也修改王浩宇修改 你真的很壞耶 好歹也帶個兩句都沒有 都看不起人家 柏惟柏惟 我真的 所以小綠這個激進黨 我看基本上就是大勢已去 因為就像亮哥講的 你推不出人 簽戶口來不及 你直接去 因為輸贏就已經不關激進黨的事情了 你說我要再維持兩個服務處 然後再什麼 這個權力的什麼服選什麼的 那個只是交代一下而已 那我講一下林昌 讓亮哥的分析我都尊重了 但是我換一個角度問大家 現在民進黨的狀況 綠營的狀況 我講句很實在的 哪一個男的不是陳柏惟 哪一個女的不是林靜宇 不就是都一個模子 空出來的嗎 高家與王世堅 那個是已經即將要被開除了 恐怕是比較危險的 我說大部分你說 有很多不上電視的啦 各位亮哥你聽話 你看簡蘇培在台北市議會 那個樣子 跟何柏惟在新北市議會 有什麼不一樣 一個在新北跟台北 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有什麼不一樣 當然可能派系不太一樣啦 因為簡蘇培是新潮流 何柏惟那是海派的 不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嗎 所以你說什麼 什麼女版的3Q 那我也說他是男版的林靜宜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這就是都是高舉抗中保台 但是觀眾朋友 我請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是當天開出來的票 是差了4466票 差2%多的百分比 我要告訴大家 這個是民進黨蔡總統 蔡總統不是說全力以赴 把這一席贏回來 那蔡總統我要幫陳柏惟 講句公道話 那你上禮拜六 你為什麼不全力以赴呢 把這一席守下來 你上個禮拜六有全力以赴嗎 我幫激進黨的朋友問句實在話 張柏惟你在高雄要加油啊 那大家也通台過 你上禮拜六 民進黨蔡總統有全力以赴嗎 沒有 就是因為你上個禮拜六 沒有全力以赴 所以這一席才會 陳柏惟才掉下來 我沒有要挑撥離間啦 如果大家自己看就知道了嘛 大家不是沒看過民進黨選舉過 民進黨有奧步一點沒有 民進黨留一手 你們激進黨有自主性啊 甚至 優正然記憶者陳柏惟講 你到底蔡總統是隊友還是隊長什麼的 還是友隊 我聽不懂你到底是說什麼 我不是說大隊長 簡單講就是他沒有全力以赴嘛 大隊長 他又留一手 現在說我們要全力以赴吧 對啊 因為激進黨已經GG了啊 那我派我的嫡系林靜瑩下去選 我要全力以赴了 那這一期就不一定 禮拜六上個禮拜六笑的 補選因為補選確定時間1月9號 1月9號 1月9號你不見得消得出來 嗯 四千幾票而已啊 他也催下去的時候 民進黨什麼最厲害的 選舉最厲害的 民進黨是一個不會執政的黨 他只會選舉啊 啊國民黨是不會選舉也不會執政 我不知道這個怎麼會這樣 不然現在怎麼會再 不是嗎 他連當再一黨也不會 我們現場有國民黨的嗎 有喔 沒有沒有 幸好沒有 學長筆都掉了 等一下等一下笑一下 不是啊 國民黨不就是這樣子嗎 不會選舉也不會執政 不然現在怎麼會這樣子 百年的泱泱大黨 淪落到這個地步 一個文傳會派21個副主委 嗯 21個副主委 分兩隊踢足球 剩下一個可以當裁判的 21個副主委還比不上一個正常八回 啊沒有沒有開玩笑的 都是好朋友都是好朋友 都是好朋友 比不上一個陳輝文 沒有沒有沒有 比不上一個陳輝文 這個是掛職位比變選舉用的 對一五指 對 又在這一期我想這個還有變化 特別是1月9號的投票 我想兩邊都不敢放鬆 因為會有很大的變化 真的耶 如果按照霍文哥這樣講 差4000多票 那我們假設一個陰謀論 而且好像林昌佐那個罷免投票 也是1月9號 那個訂了嗎 那訂了嗎 有可能是同一天 哇那同一天那對誰有利 不因為是不同地方啊 哇真的假的 不同地方啊 可是他的話題熱度是會互相影響的喔 會有那個啦 會共辦效應 這個有可能是兩個一起贏或兩個一起輸喔 如果是同一天的話 有可能是雙贏或雙出喔 因為他最晚是1月19 最晚 你罷免陳漢之後最晚 對對對 60天內 對60天內 那陳漢是11月19 是 所以最晚是1月19 我看有可能喔 這不一定啦 這個一定是到時候看喔 這個中選會覺得怎麼投對自己 這個民黨或者綠營比較有利 他們就會怎麼安排 我這都很難說